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 刚才还无比嚣张的何刚 瞬间怂了 何刚就这么一个儿子 还是老年得子 看得比金子还要宝贝 若是出了什么事 那何家可就绝后了呀 何刚眼神中又是愤怒 有事忌惮 低声朝叶凡何吃到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那何刚不知道 杀了叶凡多少次了 呵呵 没怎么样 只是请何少一起喝个茶罢了 叶凡淡淡一笑 对着视频中道 惠子让何少发出点声音 另外一边 勘压何强的 正是已经被叶凡收复的 山田惠子 是 主人 山田惠子应答了一声 托着旁边的铁棍 二话不说 对着何强脑袋便砸了下去 啊 视频中的何强 本来都已经昏死过去了 却再次被砸得清醒了过来 看到视频这边的何刚 立马哭得呼天枪地 爸 爸 快 快救我呀 救我 儿子 儿子 你们太过分了 何刚看着视频中 儿子的惨样 气得在原地直跳脚 想要对叶凡动手 但却又没有胆量 何刚还想继续跟何强说两句话 叶凡却直接挂断了视频通话 你 叶少 何刚恨得牙齿痒痒的 现在如此的场景 叶凡已经将他的命脉拿捏住 何刚想要跟叶凡争斗 却根本不敢有丝毫的不满 何家主 别说我过分 我二哥是怎么死的 秦战已经将当时的战斗视频 都给我看过了 哼 你们对我二哥动手的时候 想没想过自己的行为过分 叶凡冷哼一声 该怎么做 你心里清楚 我的耐心有限 只给你五秒思考 否则后果你自己考虑清楚 叶凡想要什么 刚才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任家的那些股份 叶凡都说了是何刚 暂时帮叶凡保存 现在何刚若是想要儿子活命 那就必须被迫承认 叶凡说的是对的 若是不承认 那何强必然会马上毙命 虽然憋屈的都要冒火 但何刚却没有选择 叶凡 算你狠 何刚怨恨地盯着叶凡 此时何刚终于明白 为什么云城那三个家族 还有省城马家 秦家都栽在叶凡手里了 叶凡已经不是傻子了 而且叶凡的手段和思维 根本不是正常人所能抗衡的 叶凡将一切事情 都提前布局安排好了 算计好了所有的可能 那些和叶凡做对的人 都会被轻松拿捏 那还玩个屁 来人 给何家主话筒 何家主有话说 看到何刚的样子 叶凡淡淡一笑 朝不远处的人雪莹 示意了一下 人雪莹立马将话筒拿过来 递给了何刚 何刚刚才还那么得色嚣张 不停地叫嚣 但叶凡靠近两人 说了几句话之后 何刚立马怂了 整个人似乎都泄气了一样 如此的转变 已经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去 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各位 刚才是我糊涂了 刚才在叶少的提醒下 我想起来了 我之前的确和叶少约定过 任家的股份 我只是暂时帮叶少保管 现在应该归还给叶少 何刚拿着话筒 极不情愿地 说了这么一番话 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 何刚感觉自己 都羞愧地 要钻进地缝里去了 前一秒 何刚还在说 自己脑袋被门夹了吗 好不容易得到的股份 怎么可能转交给叶凡 但后一秒 自己就当场 自己打自己的脸 当着这么多宾客 承认叶凡说得完全正确 将股份要还给叶凡 这你妈 自己这张老脸 以后还怎么再花毒混 啊 哗啦 何刚的话语 现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立马引起一阵骚动 一脸震惊地 朝叶凡和何刚等人看去 这什么情况 叶家那傻子少爷 到底对何刚说了什么 是啊 这也太牛逼了吧 那些股份 至少价值上百亿 何刚得到这些股份 肯定费了老大的劲 就这么白送给 叶家那傻子了 你嘴几点得吧 你还以为 叶少是那个傻子 一个傻子 有这要牛逼的手段 我现在似乎有些理解 叶凡的那七个嫂子 为什么会全部都 同意嫁给叶凡了 叶凡这个妖孽天才 吃傻了五年 再次苏醒 依旧是天骄啊 舞台上 任正华 任正朝 还有任伯涛 以及其他任家的弟子 本来还在担忧的 可突然听到何刚的话 也全都待在原地 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叶凡 这完全不可能啊 今天何刚和柳自剑 联合行动 很显然 背后是有人撑腰 是打算要任家的命 叶凡这么三言两语 就化解了危机 让何刚嘲服了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现场一片哗然 而最震惊的是 何刚身边的柳自剑 何刚 你疯了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 要帮叶凡那傻逼保管股份 这是风哨 柳自剑还想多话 可看到叶凡那犀利的眼神 却只好乖乖闭嘴 弱弱地上前 伸手拉扯着何刚的衣袖 唉 柳家主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兄弟我玩不起了 何刚无奈长叹一口气 自己儿子在叶凡手里 而且 何家之前还参与了 对叶家二少的追杀 叶凡看来 已经调查到了一些真相 现在何刚所想的 是快点 和儿子会合 然后马上跑路 上京那边的大佬 何刚他们必须要想办法自救 何家主 这是转让合同 请签字吧 叶凡说话的同时 朝旁边已经赶到 郭立点了点头 郭立和王富贵 立马拿着早就准备好的合同 递给何刚 标准的合同 条款齐全 没有任何漏洞 何刚一脸绝望 踏马大 叶凡这个混蛋 肯定在宴会之前 就算计好了一切 挖好了坑 就等着老子跳 不然怎么可能准备得这么齐全 叶凡 你因我 何刚郁闷得都快要抓狂 我还没见到我儿子 我不会签字的 何刚低声对叶凡呵斥道 叶凡淡淡一笑 你觉得你还有选择吗 要我现在再打一个电话吗 正好那边有几只狼狗 已经饿了 别别别 我签字 我签字 可就算我签字了也不行啊 还要回公司那边 拿公章盖章才可以啊 何刚还在找理由和借口 想要拖延 风少应该也快到了吧 等到风少到了 叶凡总没有嚣张的资本了吧 但下一幕 直接让何刚崩溃了 公章吗 我已经派人帮何总取来了 叶凡一挥手 王富贵粗鲁地推散着 一个戴眼镜的男子上前 正是何氏集团 何刚的私人秘书 手里还拿着公章盒子 何总 他们非说您 要我带着公章过来找您 卧槽 你老母 何刚瞬间要疯了 他妈的 老子什么时候说过 要你过来找我 你这个时候 带着公章出现在这里 这不是 把老子架在火上烤吗 合同已经拟定好 公章也在现场了 何刚还有什么选择 何刚再次看了一眼大厅门口 那边还是没有风韶的影子 唉 为了子的生死 何刚只能无奈签字 然后改章 一切完成之后 叶凡将合同拿在手里扫了两眼 然后递给身边的任雪莹 雪莹 这也算是聘礼哦 啊 任雪莹虽然站在叶凡身边 但叶凡跟何刚之前的对话 他也只听到了一部分 到现在 合同都已经签订完毕了 任雪莹还没搞明白 叶凡到底是怎么做到 让何刚认怂的 但就一个词 不明觉厉 这就是自己六年前就看中的男人吗 本小姐的眼光果然不差 任雪莹快速翻看了一下合同 当看到上面股份被转让人 居然是任雪莹三个字的时候 瞬间震惊了 凡哥 这 何刚手里的股份 有14% 全部转让给任雪莹了 若是加上父亲手里的股份 那任雪莹可以独立掌控的股份 都已经达到了24%了 这个叶凡 难道不清楚 这些股份意味着多少钱吗 但一想到叶家那恐怖的底蕴 任雪莹立马又明白了 叶凡怎么可能会差钱 连九州集团都可以调动的强大存在 九州集团的资产 是超过万亿的存在啊 我说过 既然你选择了我 我就不会让任家出任何事 叶凡淡淡一笑 然后转头看向柳自剑道 柳总 现在该轮到你了 替我保管的股份 该还给我了 柳自剑到现在还有些发忙 明明早就跟何刚说了 今天一起行动的 何刚现在已经撤退了 自己若是在退的话 那封少今天安排就全盘皆输啊 叶凡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方式和手段 我肯定是不会答应 将股份转让出来的 柳自剑非常自信 自己不会有什么把柄在叶凡手里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做梦 此时 现场所有宾客 都一片安静地盯着宴会大厅中央 大家都在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柳家和何家率先对任家发难 背后显然是有另外的超级家族支持的 他们是否成功 关系到今天的风向 后面大家对任家的态度 也会有所不同 柳家主 你对自己的能力太自信了 如果我了解的情况没错的话 你们柳家所持有的股份 是由柳氏集团所持有的吧 叶凡邪媚一笑 这些股份并不是你私人持有 是又怎么样 难道你还能调动柳氏集团 让他们将股份转让给你不成 别忘了 柳家 现在还是我说了算 柳自剑回应叶凡话的同时 心里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这个叶凡 做事总不按常理出牌 鬼都不知道 叶凡到底准备了什么后手 我的确没办法调动柳氏集团 但他可以 叶凡说话的同时 朝大厅门口一指 那边 柳武阳带着一群柳氏集团的核心股东 踏步进入大厅 看到那些核心股东 簇拥在柳武阳身边 柳自剑脸色顿时一片苍白 你 你们 你这个孽障 你想干什么 从柳武阳出生的时候开始 柳自剑就看不起柳武阳 后面更是默认大儿子 杀了柳武阳的母亲 大儿子去了一趟云城 就莫名其妙毙命了 虽然看起来是叶凡动手的 但柳自剑知道 这肯定与自己这个小儿子 脱不了干系 柳自剑 本秘书代表董事会 宣布第23号决议 经过我们共同商讨 罢免现任董事长柳自剑 即刻起 柳自剑所有的私人印章 签名 全部失效 无法代表公司 同时 经过董事会一致决定 选举柳武阳先生担任柳氏集团 新董事长 全面接管柳氏集团 哄 后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柳自剑已经听不到了 他脑袋此时只明白了一个是 那就是 柳氏集团 现在已经不属于他掌控了 自己只不过来参加一场宴会 而自己最看不上的那个孽障儿子 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和手段 已经完全将柳氏集团掌控 你 你们 你们居然全部背叛我 老子平时待你们不保啊 柳自剑一脸愤怒地盯着几个 自己平时的铁杆 柳自剑怎么也想不到 他最信任的几个心腹手下 也都叛变 转而支持柳武阳去了 柳总 您别说得这么难听 柳武阳先生也是您的血脉 他掌管柳氏集团 和您掌管柳氏集团有什么区别了 对吧 其中一个核心股东开口道 再说 我们可不想继续和叶家作对 不然我们怎么死都不知道 说话的时候 那个股东有些忌惮地看了叶凡一眼 很显然 为了让这些股东诚心支持柳武阳 郭立和天机阁那边是用了一点手段的 可恶 你们这群混蛋 说得轻巧 老子掌管柳氏集团和柳武阳那孽障掌管集团 没区别吗 哼 那区别大了 另外一边 柳武阳恭敬的上前两步 将已经签字盖章好的转合同递给叶凡 叶少 任家的股份转让合同已经签字完毕 请叶少过目 此 是此 柳自剑跟何刚联合对任家发难 妄图逼迫任正华辞职下台的谋划 彻底宣告失败 何刚的臣服 还有些让人发忙 但柳自剑的书 让在场众人不由一阵唏嘘 好一招府邸抽薪 好一招名修战道 暗堵陈仓 柳自剑还在这边嘚瑟 结果自己的私生子 直接将家偷 关键是 这个私生子 还是叶凡的迷地 掌控柳氏集团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将任家的股份 全部还给了叶凡 叶凡云淡风轻地将合同递给任雪莹 然后转头细血地看着柳自剑道 柳家主 你看吧 我早就说了 你们手里的股份 只是暂时帮我保管 现在物归原主 你总信了吧 扑吃 柳自剑气得张嘴 狂吐一口鲜血 心里则是大骂道 我信你个鬼 杀人诛心啊 柳氏大权被柳武阳抢夺了 那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会是怎么样 来人 带柳自剑回去休息 柳武阳脸色一沉 眼神中闪过一抹阴沉 对身边两个嫡系保镖 呵斥了一声 他们立马上前将柳自剑抓住 强行朝外面拖拽而去 不去 老子不需要休息 我自己知道路 放开啊 柳自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抗拒 他非常清楚 凭借自己这么多年 对柳武阳母子的态度和做法 自己落到了柳武阳手里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但柳武阳这两个保镖 都是掌控境界的实力 柳自剑怎么可能挣扎的了 叶少 我父亲当时 也参与了对叶家的行动 叶少您看 怎么处理 柳武阳让保镖将柳自剑控制住 但却没有私自做主 还是向叶凡来请示道 叶凡对柳武阳的态度很满意 叶凡选人 第一重要的就是忠诚 很显然柳武阳做到 虽然按照我的想法 所有参与叶家灭门计划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但既然柳少是我兄弟了 对于你父亲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是死是活 一切看你 叶凡安排天机阁的强者和郭力 一起辅助柳武阳掌控柳家的时候 就是这么打算和安排的 柳家的事 全权让柳武阳自己做主 虽然叶凡 想要弄死柳自剑 不过是动动手指的意思 可能杀了也就杀了 但毕竟柳自剑是柳武阳的父亲 有血脉联系的 叶凡怕柳武阳心里会有疙瘩 但柳武阳自己处理的 无论生死 都好说 谢谢叶少 柳武阳得到了肯定答复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另外一边 何刚一脸善善朝叶凡道 叶少 您的条件我都已经做到了 我的儿子 何刚怎么也想不通 两大家族同时出手 还有古武家族暗中支援 怎么就突然输得这么彻底 哦 你儿子吧 刚好可以一起 叶凡冷笑一声 何家当时参与西沙二哥的时候 格外卖力 叶凡从秦湛那里得到消息之后 就没打算放过何家 何刚带人去找何强的时候 正好让山田惠子 将他们全部解决 多谢叶少 多谢叶少 何刚一脸激动 心里已经开始规划 晚上离开花都的行程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晚上的却要离开 但却不是离开花都 而是去见黄泉路 何刚和柳自剑气势汹汹的来 但却是灰溜溜地离开 虽然他们身边有风含笑 安排一大武尊强者 还有三个宗师级高手 但此刻却没有一个人 敢轻易动手 现场所有宾客 自动让开了一条通道 让两人带着队伍离开 所有人在看叶凡的眼神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叶凡的手段和谋略 太妖孽了 柳自剑被刘武阳的人押送着 眼看就要离开大厅了 何刚也带着一群人 也要离开了 虽然心里有百般不甘 但却也无可奈何 两人的命脉都被叶凡拿捏了 他们就算想要翻身 也不可能了 站住 一群废物 被人如此踩在脚下 就这么离开 就在两人快要踏出大厅大门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在大厅里响起 嗯 众人一愣 目光随即朝叶凡这边看来 可众人朝叶凡看了一眼之后才发现 刚才根本不是叶凡开 而大厅门口 一个穿着西装的青年踏步而入 将和刚挡下 那西装青年身边 两个武尊境界的手下迅速出手 当场将刘武阳的那两个保镖击倒 将柳自剑解救了出来 是他 风寒笑来了 叶凡身边 任雪莹看到西装青年到来 有些紧张地 伸手抓住了叶凡的手臂 虽然之前叶凡所表现的强大的实力 让任雪莹有所心安 可真的面对风寒笑的时候 联想到之前风寒笑在任家的行动 任雪莹还是很担忧 是风少了 古武风家 虽然很少出动 但在整个西南 都有非常强大的人脉啊 风家对上叶家 好戏马上开场了 现场所有的宾客 看到风寒笑的出现 一片哗然 一个个都开始兴奋起来 大有一种搬来的凳子 准备吃瓜 风少 您可算来了 我们被欺负得好惨 我儿子 是啊 风少 我们手里的股份 都已经被叶凡抢走了 柳自剑和何刚 看到风寒笑到来 一副见到了亲爹的样子 终于找到了主心骨 当他们再次看叶凡的时候 眼神再次一片嘲讽 哼 风少来了 叶凡 看你还怎么嘚瑟 风寒笑伸手 在两人的肩膀上拍了拍 然后转头 看了叶凡一眼 打狗还要看主人 叶少 今天的事情 你管得有点多了 风寒笑 只是淡淡开口了一句 脸上一副不屑的表情 作为鼓舞家族中的翘楚 风寒笑 根本没把叶凡看在眼里 话音落下 风寒笑一脸冷冷地 盯着任正华道 任家主 怎么回事 是我的助理 刚才没将我的意思传达到吗 明明让你们任家 所有人在门口跪营 怎么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一个人都没看到 风寒笑 对于现场的事情 只听到了最后一点 柳自剑和何刚 被叶凡打压趴下了 然后被迫离开 但全面的事情 风寒笑并不了解 此时 风寒笑还在摆他 鼓舞世家大少爷的架子 质问任家 为什么没有跪营 却根本不知道 现场的情况 已经发生了变化 风少 任正华 还想开口解释两句 但风寒笑 却粗暴地打断了任正华 我不想听你解释 今天是老爷子生日宴会 我给你们这个面子 话音落下 风寒笑看到任雪莹 如此轻易地 搂着叶凡的手臂 顿时眉头一皱 冷声呵斥道 任雪莹 你干什么 你未来的夫君在这里 你和一个傻子 勾勾搭搭搭算怎么回事 赶紧过来 别忘了 只有我风寒笑出面 才能救你任家 看着风寒笑 如此嚣张的动作 柳自剑和何刚一阵尴尬 好几次想要开口 跟风寒笑说明情况 风少 叶凡他 但风寒笑 根本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 直接打断了他们 行了 你们的事情 等会本少会帮你们解决 别打扰我 将柳自剑跟何刚 呵斥了一阵之后 风寒笑一脸微笑地 扫射了一眼在场的宾客 然后朗声开口道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今天我风寒笑 非常感谢各位 来参加任老爷子的生日宴会 同时 我还有另外一件喜事要宣布 那就是 任雪莹将嫁给我做老婆 任家 将会和风家联姻 以后 任家就是风家的一部分 望各位知晓 风寒笑一副掌控全局的模样 大有自己就是 现场的主人一般 对于柳自剑跟何刚 是他安排的人 风寒笑一点也不忌讳 虽然他们的计划 被叶凡破坏而失败了 但那不重要的 风寒笑知道 自己作为鼓舞风家的敌长子 有着绝对的地位和权势 现在任家处于内忧外患中 没有风家的帮助 整个家族就必然要垮台 甚至有杀身之祸 所以 不管风寒笑如何践踏任家 任家所有人都必须要忍着 欲 现场左右宾客听到风寒笑的话 仿佛是听到什么可笑的事情一样 瞬间一片哗然 刚才任正华亲口宣布了 任雪莹和叶凡的婚约 现在风寒笑又跳出来 说自己跟任雪莹有婚约 完全把人家当自己人 却知道 任家早就已经不是之前的态度了 一切看起来是太可笑了 风寒笑就跟小丑一样 在现场不停地上蹿下跳 听着周围那些宾客的唏嘘声 风寒笑眉头紧皱 此时也发现了不对劲 什么情况 按照正常情况 自己作为鼓舞家族的风寒 宣布这个消息值 大家不是应该一起恭喜自己吗 任雪莹 我说的喜欢你没听见 你是我老婆 还和那个傻子在一起干鸡毛 风寒笑冷冷盯着任雪莹 自己已经说第二遍了 任雪莹就不怕自己一怒之下 不帮助任家渡过难关吗 风寒 你现在的行为 让我老夫很疑惑 任雪莹还没开口 舞台上任正华拿着话筒开口了 刚才这里这么多宾客见证 我已经宣布了叶凡和任雪莹的订婚婚约 什么时候雪莹要嫁给你了 你是得了什么幻想症吗 要不风少 还是赶紧回家 好好治病吧 现场一片宁静 任雪莹的一番话 在大厅里格外响亮 响亮的 就像是一个大耳光 狠狠扇在风寒笑的脸上一样 风寒笑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像你这样的人渣 就算天下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嫁给你 任雪莹在旁边继续补刀刀 六年前 我就已经和凡哥在一起了 六年前 自己就收获了一顶帽子 风寒笑整个人都梦了 扫了一眼周围那些宾客的反应 大家都一脸淡定 灼灼地盯着自己 像看一个傻子一样 很显然 他们的确已经知道了消息 叶凡和任雪莹 刚刚的雀 已经订婚了 可笑的是 自己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这里宣布 自己和任雪莹婚约 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吗 你们两个混蛋 靠 你们怎么不早 告诉老子 风寒笑气的脸色一片铁青 找不到地方出气 对着身边的柳自剑跟何刚 就猛然踹了两脚 何刚跟柳自剑 一脸苦涩地开口道 风寒 刚才我们很早就想告诉你啊 可您根本不给我们开口的机会 我们能怎么办 我 风寒笑还想发飙 但想到刚才柳自剑 的确好几次都想开口 却被自己打断了 这都是自己自找的 你们 风寒笑气的 当场想要发疯 目光狠狠从任雪莹身上扫过 越过叶凡 最后目光 停在任正华身上 任正华 你们怕失望了 几天前 你们任家求我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态度吧 我当时提出任雪莹嫁给我们 你们任家明明是表态了 你们现在还想反悔 哪有那么容易 任正华淡淡一笑 风寒 你怕是记错了 三天前你来任家谈判的时候 从始至终 我一句话都没多说 一切都是老三和你聊的 也是他答应的你 我可什么都没答应 三天前 任家遇到麻烦的时候 老三任正宇 是第一个提出来 找风家求救的 现在向来 其实那个时候 任正宇就已经不怀好意了 任正宇 难道不代表 你们任家吗 把任正宇给我叫出来 风含笑有些气急败坏的呵斥道 今天这是对风家太大了 若是处理不好 那风家所有的颜面都要扫地 以后再鼓舞层面 基本不用混了 好啊 老三来了 你跟他聊吧 任正华一挥手 几个任家的保镖 将血肉模糊的任正宇抬了出来 此时的任正宇 双腿被打断 全身更是没有溢出好的地方 被白色的纱布包裹着 就只剩下两个眼睛和嘴巴露在外面 呜呜 任正宇被囚禁之后 平日被他欺负的那些保镖 也趁机动手 所以任正宇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你们 你们什么意思啊 故意将任正宇弄成这个样子 是铁心了 不打算承认你们之前说过的话 风含笑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两下 此刻的他 感觉非常不好 他感觉自己被任家耍了 但自己却无法找到任家的任何毛病 自己小丑丢脸的这个苦果 怕是要自己全部吞下 任正华没有理会风含笑 而是继续拿着话筒开口道 各位 任家老三任正宇 阴谋残害老爷子 给老爷子下毒 所以被老爷子惩罚 打断双腿 逐出任家族谱 终身囚禁 之前任正宇代表任家所签订的一些合约 都宣布无效 任正华的一番话 让现场再次一片哗然 任正宇居然对自己的亲父亲下毒 如此歹毒的事 任家怎么做都不过分 而任正华此刻的宣布 显然也就说明了任家的态度 任家 是铁心不打算承认任雪莹和风含笑的婚约了 任正华 任雪莹 你们最好想清楚 你们任家现在破产在即 如果没有我 引荐旁老给你们认识 拿下太阳城项目 你们任家全部都要完蛋 你们确定要跟我风家作对吗 风含笑冷冷地盯着任正华 眼神中满是威胁 任家已经到了油镜灯窟的时候 不然之前 任家也不会答应风含笑的条件 让任雪莹嫁给风含笑 不过让风含笑有些恼火的是 老三任正宇 作为他安插在任家内部的一颗案子 居然被如此就清理了 关键风含笑 还不好多说什么 我说风含笑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人家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任雪莹是我叶凡的老婆 根本不关你鸡毛事 你还在这里狂吠 你是狗链子没拴好吗 还是谁裤裆 拉链没拉好 把你放出来了 旁边 站着一直没开口的叶凡 终于开口了 开口就是大招 叶凡不开口 风含笑 心里的气还小点 听到叶凡开口 风含笑顿时感觉肺管子 都要被戳爆了 麻蛋 都是叶家那傻子 趁着自己不再这么片刻功夫 居然将自己老婆截糊了 自己都已经内定好的老婆 眨眼间就变成了叶凡的老婆 叶凡还在这里耀武扬威 这是把自己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啊 而且 刚才柳自剑跟何刚 也是栽在叶凡手里 这个叶凡 怎么就那么讨厌 叶凡 你找死 风含笑冷冷地盯着叶凡 一个叶家的傻子 竟然有一条狗命可以活着 不好好 对着人摇尾巴 还跑出来嘚瑟 谁给你的勇气 风含笑从各方面的消息知道 叶凡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神志 之前派去苏伊雪工厂闹市的严道长 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大概率也死在了叶凡手里 正好 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是时候该跟叶家算总账了 叶凡 告诉你 其他人怕你 但我风家不怕你 风含笑阴沉地开口道 现在 马上给本少跪下 自断一臂 我可以留你一条狗命 让其他人来杀你 现在叶家的那些死对头 不惜一切代价 都在想办法追杀叶凡 现场有这么多宾客 风含笑 可不想背上杀叶凡的罪名 从而遭到天龙军 以及其他叶家嫡系的报复 惩罚一下叶凡 给自己找回点面子 就够了 虽然风含笑嘴上说不怕叶凡 但之前金阳袭击叶凡的时候 那些神秘高手 出面解决了金阳 风含笑还是有些忌惮的 而且 风含笑已经感知到了 叶凡身上波动的武道气息 实力并不弱 至少都在武尊巅峰 风含笑作为鼓舞风家的敌长子 在家族资源的堆积下 实力已经达到了武帝二瓶 可实际的战斗经验 并没有达到这个层面 所以很谨慎 跪下 要不风少教教我 叶凡嘴角浮现一抹微笑 这个风含笑 在云城的时候 就只是严道长 在苏伊雪的工厂里搞鬼 现在又盯上了人家 叶凡目前所获取的信息 还不清楚风含笑 到底想干什么 是否和锦王有关联 也想碾压叶家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风含笑来了 叶凡和风含笑之前的两子 就算已经彻底结下了 这样鼓舞大哨 只有一种做法 要么就是直接杀了 要么就是打怕 秀 叶凡嘴里呵斥的同时 身上一道气静波动 眨眼间身体就从原地消息 下一刻 一道清脆的响声 在大厅里响起 啪 叶凡一耳光 狠狠抽在风含笑脸上 风含笑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自己整个人就不由转了好几圈 双眼冒惊心 卧槽 好快 风含笑心脏剧烈抽动 瞳孔一阵放大 心里矩阵 自己好歹也是五帝层面的强者 怎么面对叶凡 连叶凡怎么靠近的 自己居然丝毫没有察觉 风含笑还在寻找叶凡的踪迹 叶凡身体再次从风含笑背后闪身出来 一拳砸在风含笑肩膀上 强行将风含笑砸得朝地上跪下去 噗通 风含笑膝盖和地面上的瓷砖撞在一起 发出一阵沉闷的响声 似乎都有骨头碎裂的声响 大厅里众人听着都声疼 风吻 你说你 这还没过年 怎么就给我下跪了 本少可担不起你的跪拜之礼啊 叶凡站在风含笑面前 一脸邪魅的开口 眼神中满是戏血 叶凡你踏马找死 风含笑都快要气疯了 慌忙从地上弹射起来 嘴里歇斯底里咆哮着 跪拜你大眼 踏马的 你以为老子愿意跪下 明明是你搞的鬼 说得好像老子主动给你跪下的一样 风含笑气急败坏地挥动拳头 便想朝叶凡进攻 强大的五帝层面的气静 在大厅里炸裂 引起空气发出一圈 一圈目光可见的涟漪波动 整个房屋都开始震动起来 五帝强者 天了 风少居然是五帝强者 太强了 是要崛起成为古武家族第一人啊 没想到啊 风家居然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妖孽天才 风家怕 怪不得风少这么嚣张 人家有嚣张的资本啊 现场那些兵客有些畏惧 怕现场的战斗波及自己 但又 想近距离观摩 同时内心也是剧烈震撼 风含笑如此年轻 就已经是五帝强者 那将来的前途 岂不是一片光明 你们想过没 风含笑虽然那么厉害 可叶凡刚才却删了 他一巴掌 风含笑根本没躲开 那叶少又是什么实力 啊 对啊 天啊 两个怪态 大厅中间 叶凡轻松避开封 含笑一拳攻击 继续嘲笑 风少不是给我下跪跪板 我想起来了 刚才风少让我跪下道歉 风少这一定是在做示范 对不对 嗯 我已经明白了 不过下跪 是不可能下跪的 叶凡收起细血的表情 迅速出手 一把江峰含笑的手臂抓住 道 风少 任雪莹现在是我老婆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我劝你起 最好马上从这里滚出去 以后不要招惹本少 你惹不 叶凡浊浊地盯着风含笑 冷冷地继续开口道 云城言道 掌袭击苏家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算账 今天你若执意在这里捣乱的话 那皆别怪本少 不客气了 放肆 风含笑手臂被抓住 脸色一沉 急促地催动自己武帝二品的实力 想要从叶凡手里挣扎开来 可无论风含笑如何用力 却发现叶凡的手腕 就跟钢前一样 纹丝不动 嗯 风含笑 瞳孔一阵放大 心里一万只草泥马 开始狂奔 你 你也是五帝强者 此时的风含笑 终于反应了过来 为什么叶凡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那么轻松 原来叶凡也是五帝强者了 而且实力至少比自己要强多 至少都是五帝二品之上 哼 实导还不滚 叶凡一脚踹在风含笑裤裆里 将风含笑踹飞到好几米之外 狼狈地跌落到地上 摔了个狗吃屎 死 风含笑裤裆里吃痛 痛得他呲牙咧嘴 挣扎着站起来 一脸阴沉地盯着叶凡 虽然叶凡也是五帝强者 今天的事情就有点麻烦了 可是让风含笑就这么离开 风含笑自然是不甘心的 人血淫那特殊的体制 风含笑是必须要拿到手的 怎么可能让叶凡这么霸战而去 叶凡 你别得意的太早 你以为就你一个五帝强者吗 告诉你 今晚我还请了西南的大佬来现场 你一个五帝强者 看你怎么面对我们两个五帝强者 甚至三个五帝强者 话语顿了顿 风含笑 转头继续看向任正华道 任正华 等会你们会后悔地跪下求我 没有我跟庞老打招呼 九州集团是不可能跟你们签合同的